台南市政府今天进行民政部门业务报告及质询 国民党市议员洪玉凤 质询市府人事处处长许英峰时表示 前台南县的文化局艺术行政科长黄鸿文 2008年跟台南县政府合作办理的火车好多节 及骁龙文化园区案时 涉及伪造文书罪 招到检方以无前科 态度又良好为优 要求黄鸿文捐款给慈善机构10万元 给予还起数自薪的机会 但黄鸿文离开台南县政府之后 约4年 却突然由文化局长叶哲山 从台北高薪理聘回台南 由本来的公务人员8指等升官为9指等 负责整个永华科的业务 等于是局长副局长再来就是他最大 为什么在同样位置犯案又可以回锅升官 实在令人有所瞎想 但现在科长一位照文书罪 来跟他判还起诉 然后要捐款 那他就离开了原来的县政府 那我想这个对于他的公务人员的生涯里面 已经算一个污点了 不关于当时是为了队长去替人生涯也好 反正那个结果就是要自己去生涯了 但是 真奇怪就是说 官司合并了 那我们台南是文化立都 我们每一年的文化经费比其他各局务都高很多啦 除了说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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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分散在下方里面 那文化局的预算是比其他单位高非常多 我们也希望看到我们的文化立都呢 有看到文化的特色 那我们也很好奇发现说 这个有破型的科长去外面 逛一人倒回来 他又回任了 而且还升官了 从原来的县科长 到了我们直辖市的科长 而且我们把最重要的文化业务 是交在他的手上 洪文峰又指出 那我很好奇 我就去翻了一下他的资料啊 卫造文殊罪 卫造文殊罪将来 经由他的手上粗鲁的各种文化政策 或者方案 或者预算的执行 会不会都是卫造的 出党了你看 这个人到底是你的意思 是教育的意思 还是你是指教的意思 重点我是要问这样 这个当然 我对外的征裁 当然他离开之后 要再回任 一定是经过公开政策的程序 那由机关所长认为他试任的话 他才会禁用他 如果他今天 如果下面的局长同样 都是贪污罪 如果如果是都去扫 我相信他就不能回任了 但是 当然这个案件 很完美的切割 就是说 这所有人贪污罪 都过去那边 全部没去扫 只有这个委属文殊罪 我不知道什么 审判的没有 可党的没有 他 生亡的没有 企业没有 这个科长要怎么为作文书 我是没清楚说 这个官党的文化 是怎么能够这样 这样圆圆圆圆 切到这边完美 虽然法律没有规定 犯到未造文书罪 不能回锅升官工作 但是有道德瑕疵的人 坦然是政府这样做 社会观感会相当差 这不知是文化局长叶泽山 或是市长来经得的意思 而且黄红文有罪 是叶泽山独岛不周 还要让他回任 给予最高的业务和升官 难道是因为黄红文配合度好 以后如果再出事 又可以一肩扛起了吗 接着黄军华谈的报道 黄军华谈的报道